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热门开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慧荣 恭喜新年好 新的一年呢 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 行大运 好不外乎就是讲这些啦 反正呢今天是个团圆的好日子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开心的心情迎接新的一年 那新的一年呢 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很多的挑战 不过我们今天要用一个更轻松的心情来迎接啦 马上有请在线上等候的彭仁正教授彭P 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在龙年呢 各方面都能够礼于月龙门 那也唤醒那些装龙作哑的817跟1450 今年呢龙年该醒了 好所以呢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那因为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去年过年的时候呢 彭P是给大家准备了 通气饭人求料理 彭P还记得你准备了哪些吗 有通心粉 对 然后气就是气鬼啊 然后饭就很简单 我就炒了一个饭 那炒什么呢 炒虾人求饭 所以就有通气饭人求五味俱全 而且还蛮好吃的 我们虽然吃不到啊 不过看着彭P下厨就觉得 哎呦 蛮厉害的 心好难忍 那今年会有什么样的年菜惊喜呢 彭P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因为慧荣给了我一个考题 他说要不要弄 来一个找不到论文 这个难度一点点高啊 不过我觉得没问题 那我们要挥别过去啊 这个的这个论文们 那新的一年呢 我们其实很努力想要帮蔡英文找论文 因为我们真的觉得不要冤枉人 我曾经说过嘛 如果我真的冤枉了蔡英文 蔡英文真的能拿出他的那个毕业照 那刘青田老师不是说吗 五百万吗 五百万到现在都发不出去 所以我希望新的一年呢 哎 我们来这个找不到论文的料理 那首先的找呢 我觉得我可以弄一只鸡爪 找对不对 鸡爪 好 那找不到那个论文 那接下来呢 我觉得这个鸡呢 可以弄鸡啊 啊 那个人家不说人家在说 进鸡啊 进鸡啊 是菜鸡吗 好 所以呢我们今年运气很好 所以我们进鸡啊 一定是鸡啊 不行 这个菜鸡嘛 所以我们就新的一年来找鸡啊 就是鸡爪 鸡啊 就找鸡嘛 那倒呢有点难 那慧荣给我的个建议 倒香啊 这个叫做倒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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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eller 没问题 这个去买 买的到 鸡爪我可以买的到 我去中国超市买的到 那不忘买的到 到何 豆皮寿司 就可以到日本料理买的到 找不到论文 后面这稍微难一点点 hein 但是我就想到論是可以 就有個東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吃過論辯嘛 論辯對不對 那論不就很像嗎 可是論辯很難好 對論辯高論辯 這個東西我先保留 因為我不確定我在這裡找不找得到論辯 或者是類似的東西 那文的話有很多可能性 那你知道那個Simon 就是歸於香港叫三文魚 所以我很容易買到Simon 沒問題 三文魚沒問題 好那接下來就是蕭美琴賴清德 賴清德我們就給他弄一個 他的賴皮門 賴皮門我就要準備一個料理 那要賴要皮 皮比較容易 找個皮蛋買得到 賴我實在是不容易找 不過我心生一計 你知道日本有個內海叫賴戶內海 我只要買日本賴戶內海產的任何一種魚 冒著吃進核廢料的危險 我就來這個跟大家 因為既然慧容給我出了考題 我就去買日本賴戶內海產的海鮮 那這個賴皮門解決了 好這個蕭美琴的 這個我現場直播什麼呢 直播啊我削那個美國的芹菜 我就一刀一刀敢流啊 我好好的削美琴 結果是削美琴這個最對的非常吻合這樣子 對 好我們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彭P這一次的年菜料理囉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彭P這一次過年怎麼吃 他的年菜料理一起來看吧 過年帶大家來旅遊 這家Starbucks呢 就是我在惡觀書上面寫的 2022年的愚人節 我坐在美國加州聖河西市的一家星巴克 看著艷陽下過往的紅男綠女 記錄下我這三年來的辛勤故事 而此刻我身份是一名中華民國法院的通緝犯 這就是我平常寫書的那個位子 這個是通緝犯的視角 看著窗外來來往往的紅男綠女 讓我想起了老人與海的作者海明威 她是在古巴的哈瓦那的黃昏 在山上的一個農場 看著哈瓦那寫下了她筷子人口的老人與海 這個是老人與書的創作地方 為了要買齊 論文門呂黃和惠榮小姐呢 她交代我的食材 所以我開了40分鐘的車 不敢不從 來到了這一家日本超市 叫做Mitsuwa 來 帶大家去看看 好大的一家呢 Mitsuwa Japanese Food Court 要來買一些 年夜飯的食材 因為你知道在美國 要買到一些亞洲食物 不是很容易 那我住的地方呢 要開40分鐘 來到Mitsuwa Japanese Food Court 帶大家去看一看 美國的日本超市 長的什麼樣子 可愛 可愛 有請 哇塞 你看你看你看看 有沒有覺得很棒 我完了完了我快昏了 可是我呢 血糖偏高 糖化血色素 6.3 實在不宜在此消費 但是因為 接獲了 論文門女王的指令 我不得不從嘛 所以要來買東西啦 帶大家走一趟日本超市 帶大家走一趟日本超市 一番的是 美味 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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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 哈哈 待會兒 待會兒再帶大家 欸 哇 看看 我看看我要的東西 有沒有啊 我要的東西呢 都是比較特別的 美味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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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大家看看 這是什麼 這叫什麼 這叫什麼 買的 大家猜猜 這是我要買的 還有呢 來到這一台 海鮮 這個這個 這個什麼要買的 大家要炒這個 公斗花 香港呢 把這個三了 叫做什麼 Look at this Look at this 終於找到了 找得好幸福 欸 這跟我們的年夜飯 有什麼關係呢 我也不知道 龍兒門女王 叫我買這個 我就買吧 這一包 小小的一包多少錢啊 三塊九 就四塊錢 四塊錢差不多是 台幣一百三十塊 可以感受到 美國加州的物價的威力吧 可以知道通緝飯的處境吧 一周一飯 當思來處不易 半絲半縷 橫念物力為堅 朱子至家隔岩呢 順便賣弄一下 國學成都 一包要 一百三十塊台幣 買了唄 OK 好了 要結帳了 哇 哇 全部的 美味 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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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 二媽 也有 美味 美味 結完帳了 來看看一共多少錢 多少錢 二媽 也有 188.525 哇 我是不是走錯地方 我來到銀樓了 這多少錢呢 六千塊台幣 救命啊 救命啊 我被搶了 結帳完畢 就買這麼一點東西 三小袋 真的 188.52美金 換算成台幣 就是六千塊錢 我的天啊 這帳單一定要寄到 中天電視 蔡董市長 總裁 給野民先生 匯存 六千塊 我要報仗 我要報仗 這對通緝犯來講 這簡直就是一年的 火石費啊 火石費啊 媽媽咪啊 很開心的走出了 日本超市 完成了五分之四的使命 接下來呢 要去中國超市 或者中國餐館 完成未完成的任務 接下來呢 來到一家中國的超市 這叫獅子城啊 哇 聽起來很猛 看看能不能買到我剩下的食材 再買不到 我看我今年年難過了 任務沒有達成啊 我還有兩樣食材 沒買 好 來寄往於這個中國的超市 獅子城 然後看這裏會不會便宜一點 日本超市好貴啊 來了 哇 聽到了 不是湯還是不是公啊 都是東東啊 哎呀我找到了 這個這個這個 好就拿這把吧 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等會分享 哎呀這東西還真難找 這個是枣子嗎 這枣子呀 就這個就這個枣子 哎呀找了好久的皮蛋 終於給我找到了 哇真是踏破鐵鞋無益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終於找到了 來來這什麼皮蛋呢 我看看 我買國產的 國產的 胃泉的胃泉的 不對啊 我現在是八不養牛筋的養鍋呀 我看看多少錢 六塊錢呢 六顆 一顆一塊呀救命啊 一顆一塊 三十二塊台幣一顆皮蛋呢 這通緝飯塊混不下去了 真的通緝飯快混不下去 要去沿門脫波了 這是皮蛋嗎 應該是齁 該不會打開以後 跑出一隻糖小雞吧 皮蛋好來了 大家猜猜啊 這些東西是要幹嘛的 多少錢 多少錢 一千八百塊啊 台幣 救命啊 哈嘍 歐路我們開箱 正經關不了的朋友們 大家好 現在是在我的家廚房 這個是浴廚 這個是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 舊金山分布的浴廚 你現在看到的是型男大主廚丹尼斯 去年呢 我已經在這個 節目當中獻了一下我的手藝 所以呢 今年呢我偷懶 我就不獻手藝了 給大家看看我的食材 並且做點謎題 好嗎 好 大家來看一看啊 我介紹一下今天 除夕夜 當然了我們是預錄的啊 然後因為 現在型男大主廚家裡面 只有一個人在家啊 是美獨 不是台獨 這個太太呢 回台灣 除夕夜前會趕回來 因為家裡有點事 去辦 那我呢 就在這兒 一個人呢 就小孩啊 在紐約上課的 還有在學校上課的 所以我今天呢 就親自來不是下廚 因為我的廚藝已經被認可了嘛 我今天呢 來展現一下我採買得到的這些食材 而且來讓大家猜一下 我到底要表達什麼 來了 來大家看一看 這是第一道謎題 第一道謎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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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左到右 這個應該是枣子吧 枣 枣 枣子 昆布 這個是 稻荷寿司 這個是 又叫 黑 鱷 也叫 鱷 好 好 就這樣 不是Simon嗎 我們叫做鮭魚 香港人呢 龔東瓦 這個叫做Simon魚 三文魚 好了 好了 大家來猜謎 第一道謎題 就五個食材分別代表著五個字 鱈子 鱔子 鱿子 鱿布 接下来是第二道谜题 来,Pico先跟大家打招呼 你看,我们家的帅皮可,彭皮可 已经帅成这样了 已经三岁多了 再半年,再五个月就要四岁了 现在是青少年 皮可,跟大家拜年 来,大家旺旺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的谜题 第二道谜题是这个 原本我去到处找 看哪里可以买到癞蛤蟆 后来觉得好恶心 就算我买到了我也不敢做 也不敢吃 而且好像在这不太流行 除非到中餐馆也许有什么炸田鸡之类 但是癞蛤蟆很难买 这个皮蛋也很难买 第二道谜题呢是 我们不是要 新的一点要追十二道门吗 其中有一个答案就在这里 好 答对的请抢答 也请慧荣呢 在你们的粉丝群当中 或者在CTI567随你 抽出第二道谜题的答对者 我们也送Pico山一件 要么我问好他们的size哦 免得送了以后他们 穿不下或者是太大了 这不好意思 这就失礼了 好,第二道谜题 蓝蛤蟆加皮蛋 是我们 今的新的一年当中 要追的十二道门中的哪一道门 请抢答 接下来大家听好喽 第三道谜题 这是什么呢 哇,这是 这是西洋的芹菜 又叫美国芹菜 对不对 你看 这梗很粗啊 很硬 好 多吃芹菜有什么好处呢 芹菜啊 这玩意儿有丰富的不溶性纤维 有钙油 没有架 还有这个胡萝卜素 而且呢 是维他命B跟维他命C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中医这么看啊 说芹菜是胃甘苦而性凉 所以有清热解毒生精的功效 可以明显的缓解 因为气候干燥上火引起的口干舌燥 经常干火过往皮肤粗糙跟失眠 头痛的人可以多吃一点青菜 芹菜 但也不要吃太多 因为刚刚不是说吗 他带了一点凉性 性比较凉 这个芹菜啊 尤其是西洋芹菜 很多人拿来生吃 挺好的 那西洋芹菜跟台湾这种本土芹菜有什么差别呢 好 来 西洋芹菜啊 在热量上面比本土的芹菜呢少很多 所以要控制热量的人可以吃西洋芹菜 不过就营养素来讲呢 本土芹菜比西洋芹菜要高一些 真的懂得吃芹菜的人吃什么呢 要吃芹菜叶 芹菜叶的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芹菜精的88倍 维大命C的含量是叶子是精的13倍 接下来呢 维生素B1 叶子是精的11倍 蛋白质呢 叶子是精的11倍 钙的含量 芹菜叶是芹菜精的2倍 吃芹菜可以防高血压 动脉硬化神经衰弱 所以懂得吃芹菜的人吃芹菜叶 那这要干嘛呢 接下来第三道谜题就要出来了 大家注意哦 第三道题呢 请大家来看我在干嘛 这个是美国芹菜 美国芹菜有个特色就是比较硬 那个纤维很多 但吃起来有点硬 而且它这个梗外面有一些不好的这个 比较粗糙的纤维 所以我现在要消掉这个美国芹菜 上面的一些有害物质 免得这些有害物质呢 在YouTube频道播出的时候 会被人检举说我的内容 含有有伤害的物质 所以我要消掉 美国的芹菜不好的物质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大家请抢答 这是今天的 美味 大家请抢答 我刚才这个削 美国芹菜 答对的人 慧容会抽出 送 Pico山一件 来过年发红包写春联 因为买不到这个毛笔 所以就用签字笔来代替 大家请多包涵 一要写什么 一帆风顺 好吧一帆风顺 二写什么呢 二是写双喜临门 三写什么呢 三阳开泰 三阳开泰 太写错了 我擦你跟蔡同学一样 好 四 四季如春 台湾真的是宝岛 四季如春 啊 贵国啊 贵国真的是比很多 国家呀 要来的好 好 五是什么呢 五福临门 接下来呢 六处兴旺 七要写什么呢 七上八下 什么意思啊 七呢 七情六欲 这什么东西啊 不是啊 七上八下可以啊 这表示什么 匹吉泰来的意思嘛 对不对 好 七上八下 那八是什么呢 八是八先过海 好 来看看八先过海 九是什么呢 哎 蔡同学追杀我 我是九命怪猫 也希望大家呢 都跟九命怪猫一样 每次都能够逢修化剂 十的话呢 就来了 十全十美 来了来了 现场辉豪的结果 彭真卿的大作 一帆风盛 双喜临门 三阳开泰 四季如春 五福临门 六处兴旺 七上八下 八先过海 九命怪猫 十全十美 祝车 祝論文门开箱 以及正经 关不了 宇宙正经学院同学们 新年如意 事事顺利 若我们开箱的所有朋友们 还有制作团队 慧容 大家新年快乐 在过去旧的一年当中 我们跟大家一起经历了高山和低谷 在这三百六十五天当中 向云霄飞车上冲下喜 我们就在一年前的之前没过多久 我的护照 中华民国的护照 在有效期限之内 竟然被外交部的旧金山办事处 硬生生的给没收注销 到现在呢 转眼 也一年三个月了 在这段时间当中 谢谢大家 各方的鼓励 我成了中华民国 民主化以来 仅有的无国级人囚跟黑名单 不过我相信 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 这一切都只是 要来增强我们 锻炼我们的心智 孟子告子篇也跟我们说 天将将大人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人横过然后能改 困于心横于律 而后做 争于色 发于生 而后欲 入则无法家必逝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 国恒王 于是我们就要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再次谢谢大家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虽然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波折 但是因为 所以 论我们开箱的朋友们 我们大家手牵手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被我们的敌人打倒 我们冲不散 所以再大的洪水猛兽 都被我们 重置层层的力量给挡回去了 就在除夕前 没有几天 我的公司 正准备要开始发年终奖金的时候 我们的频道 在1月23号 三个频道 一个是EPM 一个是霞新闻 一个是政经 关不了 还包括 The True Voice of Taiwan的英语频道 全部被封锁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Thesis Cheating 这个加州注册的公司旗下的 三个频道 通通丧失了盈利的资格 这个也许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当然对我们的公司来讲是一个打击 但是 风雨生信心 我相信在大家 共同的努力跟帮忙之下 我们会很快的度过 所以我们公司呢 年终奖金 没有少发 我们还是一样 让所有的员工快快乐乐的过年 在新的一年当中 我们会跟大家一起 同样的心联心 手牺手 度过所有的难关 2024年对我们来讲 是重要的一年 因为这一年 520之后 蔡英文呢 就不是总统了 蔡英文变成了蔡英文女士 而我呢 是彭文正先生 这一个彼此之间的形式 跟民事的纠纷 就是彭文正先生 对上蔡英文小姐 而彭文正先生的背后 有论文门开箱的 8万的支持者 还有政经关不了 背后的35万的支持者 还有许许多多默默的在帮着我们的小老百姓 而蔡英文的背后 在2024年的520之后 应该只会剩下孤零零的她一个人 因为 德不孤 必有灵 多行不义 必自毙 这是一体的两面 所以新的一年呢 在2024年的5月21号 是我们立于要龙门的开始 我相信 从5月21号开始 我们要替全世界 关心公平正义的朋友们 不管国籍 不管信仰 不管地区 一同来打一场美好的胜仗 而挥别2023年 这个旧的一年 那美好的仗 我们已经打过 当跑的路 也已经跑进 而接下来我们所要面对的是 永恒的冠冕 所以在这边呢 跟所有的路 我们开箱的朋友们共勉 我再一次祝福大家 也谢谢大家 用尽各种各样的方法 帮助我们 鼓励我们 支持我们 我们敏感五内 谢谢大家 祝大家 新春快乐 鱼要龙门 好的 那我们刚刚看完 彭P给大家准备的年菜惊喜料理 满满彩蛋 还满有趣的啦 那接下来呢 还有另一个我觉得也很有趣的话题 是之前有带大家翻过希望之书 然后这一次呢 我要化身 这边应该弄一个 那个紫色的水晶球啊 我要化身成塔罗牌的老师 对我要带大家看一看新的一年 接下来呢 我总共算了一二三四五 我算了五个 呃包含的是 论文门 包含是彭P我也帮你算了 然后呢 论文门开箱节目 正经关不了节目 还有蔡英文 这个压轴要摆最后 分别的塔罗牌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这个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个不专业分析哦 大家就不用过度的去信了 就是仅供娱乐参考 我们在论文门所抽到的塔罗 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论文 总共四张 每一 每一挂 不算挂啦 反正是说每一个题 我都抽了四张 那其实是会以第一张为主 后面三张是为辅 因为第一张是说这整件事情 然后后面三张是一个感觉 延伸性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张是 保健骑士正位 这看起来就很有那个正义的化身 有没有 那其实呢 保健骑士正位 他所要代表的就是说 骑士哦 一旦朝着他的目标出发 绝对没有人能阻止他 那旁边有力量正位 他就是说 一般说生活啊 正在进行巨大的斗争 因为旁边底下有狮子嘛 你在进行斗争 那你看到这个天使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无限的符号 他就说 就是你同时还能够保持冷静跟坚强 那另外两格呢 包含的是权杖式的逆位 权杖式的逆位的话 通常就是说因为正位的时候啊 我们塔罗会有正跟逆嘛 正位的话呢 通常就是说欢乐的本质 那逆位就是反过来 所以说呢可能是不和谐的 有裂痕的 那再来就是太阳逆位 太阳本来是一个很光亮光明的一个存在 可是呢他抽到这张是逆位 那他也会是一些比较不稳定不和谐的状况 好我觉得其实保健歧视跟力量正位 保健歧视 我觉得还蛮能代表了论文门 彭P你能来稍微这样子听下来 你觉得抽的是不是我还蛮会抽的 对啊我来解读好不好 好吧 希望这个节目不要被NCC下架 因为倡导怪力乱神呼言乱语啊 希望我的解读不会被视为是 对妖言惑众 鬼神之说 这保健歧视 对啊附中就是歧视啊 对不对 慧荣师大附中毕业了 我师大附中毕业了 附中每一个毕业的这个 校友跟同学都是以歧视自居嘛 对啊 那大家不觉得我很像那个唐吉柯德吗 就是在过去四年 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吧 所以今年的一年 你看这个歧视 保健歧视手上有保健啊 然后你看他喊冲啊 这今年绝对是一个这个保健歧视 今年一定是罪恶的杀戮战场 好 那第二个呢 这更有趣了啊 第二个大家不知道 你熟悉圣经知道 圣经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 非常有勇气的一个人 叫但以理 Daniel 他呢几度被丢到狮子坑啊 这狮子饿死了 但却不吃但以理 其实但以理在狮子坑度过 他就幸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狮子呢 这个上帝 小玉这个狮子说 不能够吃这个公益善良的人 所以这个但以理呢 就在狮子坑跟狮子共处 这个历劫归来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两个啊 其实很简单啊 你看这不是逆位啊 这权杖之事 我本来就是没有权势的人啊 我什么都没有啊 我一切通缉犯啊 那为什么逆位呢 因为我要篡位啊 所以赖金德你要小心啊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今年有可能这个篡位 就跟当年的武昌起义一样 所以这个是权杖的逆位的来源 那太阳逆位是什么意思 因为过去这个四年 我们的太阳本来就逆位了 因为黑白不分嘛 所以我们追论文门的这个路呢 一直是处在一个黑暗的时期 那今年太阳要逆位 就把它从黑暗变成了光明 所以新的一年呢 我们要迎接光明 这个太阳逆位变 太阳逆袭了 好这个是论文门的部分 所抽到的塔罗 好我还有帮彭P也抽了一下塔罗 但没想到四张都是逆位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在塔罗里面逆位 不一定都是不好哦 因为他的正位 如果是不好的逆位 等于是相反过来的 只是说他是 逆位是指说这张牌的 他所代表的意思的很多是 延伸起来 他是相反的解读 好所以逆位不一定都是不好 只是因为在翻译上 他会让人觉得比较是不好 好第一个 魔术师 魔术师的逆位 我觉得其实讲彭P好像也蛮贴切的 我真的觉得我很适合做这一行 这个可能比他主播主持人更适合 怎么回事呢 魔术师的逆位 一般代表就是说 呃 是比较被动的 再来就是说 会可能会因为其他事情而分心 而这个分心不是你想要分心 而是外力的干扰 所以你可能会被影响到 会分心 所以呃 对于一件事情 你很想要全心全意的投入 但可能会因为这些分心的事情 受到影响 没办法单一条路一直往前走 啊确实嘛 你的官司之路现在是分散开来一起攻打的嘛 好再来呢 权杖皇后 权杖皇后的逆位呢 通常代表的是比较 筋疲力尽的 你是很有意思的想要去克服 克服完之后 就有机会让乌云过去 这个是权杖皇后的逆位 好再来呢 星星 新的逆位 新的逆位呢 讲的通常就是指说挑战 有困难跟比较僵局 可是呢 其实即便如此哦 你看看到现在这个已经是进到僵局了嘛 可是这个启程转合的最后最终一张塔罗是好的 宝剑之三逆位 好你看到宝剑之三呢 他是三只宝剑穿过一张一颗星你知道 那这张图本身是不好的 可是呢因为他是逆位的 我刚刚讲的逆位还是相反 所以这张图反而是好的 在各种压力的情况之下 当你承担过去之后 这些压力这些冲突 开始得到解决 这个是宝剑之三 然后逆位 如果是正位完全 其实正位如果是正位 我觉得比较没那么好 可是因为刚好是逆位 所以等于说这个穿心的状况 会得到解决 那整个的僵局 前面讲的挑战困难 也终将得到解决 好彭毕你怎么解读自己的塔罗 接下来是上文下证的开示 第一个魔术师的逆位 各位没发现呢 这个解读是这样 在这个论文整个过程当中 开箱的过程当中 唯一的这个魔术师不就是 就是总统府9月23号记者会的 那个魔术秀吗 那David Copperfield都觉得自己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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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呃 呃 还有张敦涵 林家如 不是戴上手套手套吗 所以他们扮演这个魔术师 那今年我就要把这些魔术师呢 给他绳之以法 把他倒过来 所以这叫做魔术师逆位 好那第二张呢是什么 可能缩一下图 我看一看 哦对第二张是权杖皇后的逆位 请大家恭喜我 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这证明什么 证明我家的这个权势呢 要逆位了 今年是我的这个本命年了哈 今年我在家应该可以当这个 呃 我可以当家做主 大概十个意思吧 好 然后第三个呢 第三个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三个是 呃 星星的逆位 大家知道吗 星星在什么时候才会出来 晚上才会出来嘛 啊 那不是 月明星西乌雀南飞 此非曹梦德之师乎 这是曹操的诗啊 月明星西乌雀南飞 所以这个星星代表的是晚上 那星星的逆位呢 就是大白天 所以我的新的一年呢 是无比的光明 好 第四个 宝剑之三呢 我是这样看啊 你看 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 我三把宝剑刺在我的心上 对吧 你看 总统 国安 司法 刺到我的心上 今年要逆位了 逆位什么意思呢 逆位就是我转过来了啊 我要把这个 一个剑一个剑拔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剑呢 射向那些 曾经对我刺出剑的那些敌人 所以呢 以上就是恭喜皇上 贺喜皇上 真的是大吉大利啊 听起来最大吉大利的就是 家中地位的提升是不是 哈哈哈 哦这个是 对其他都是小事啊 哈哈哈 好这是彭P的 那我也帮论文门开箱看了一下 哎这个蛮特别的哈 好我们首先看呢 这个 吊人逆位你看呢 这个因为是逆位 所以他实际的图 应该是翻过来看的 翻过来看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人他其实是倒吊着的 那吊人的逆位呢 一般来说要呈现的 在论文门开箱当中 他可以 符合的意思啦 大概就是说 牺牲不一定能获得回报 或者是说呢 受苦跟瓶颈 这个过程可能是很痛苦的 然后呢 如果说没有这个吊人 就吊人没有智慧的话 他是没办法放手 又在苦苦挣扎的 那很容易可能会遇到 比较钻牛角尖 或是搏斗的一个局面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就是等于说 这张牌要警醒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挣扎 因为你越挣扎 越是苦果 反而是呢 要懂得在牺牲之后 就会获得丰硕的回报 好 这个最后的想要表达的 也算是正面的 再来呢 就是他这边有一张是空白牌 空白牌呢 在塔罗有大部分的塔罗啦 如果说是正统的塔罗 我一般来说空白牌可能会pass过去 没有在看空白牌 但我自己呢 会觉得上次跟大家分享 那个我的 欸 不成气候的山水化嘛 留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空白牌不一定是不好的牌 而且空白牌呢 就是他会有更强烈的信念 这个是我自己的解读 然后呢 再来就是塔的逆位 塔的逆位的话呢 他一般来说要代表就是比较压抑 而且是你要去接受命运的试炼的挑战 你看他们从塔上一个冒火的塔坠下来 旁边呢 又雷雨召加 好 再来 鱼者的正位 鱼者的正位呢 他大概想要讲的就是说 比较 呃 是要比较有冒险的 比较进取心的 再来就是说呢 这张牌我觉得在最后收尾也很漂亮 因为它是一个 让你才华可以自由发挥 让我们开箱在新的一年 看到这一副的塔罗 你怎么解读 好 第一个 第一个呢 这个调人的逆位啊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代 就是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拯救 台湾于盗选吧 这个台湾这整个社会呢 就是已经有点奇怪了 他整个被盗过来了 所以呢 我们今年呢 就是要来解救这个 所有被台湾这过去四年八年 价值混乱 司法的不公不义 而被盗选的人 所以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勉励 第二个呢 这个空白牌其实就告诉我们说 就像圣经说的哈 一定要守安息日 就是说我们这么努力 一定要给自己留白 然后多走走啊 休息休息 然后这个大目标不改变 咬定青山不放松啊 但是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祝福 给自己一些休息 好 那再来呢第三章 哎我这么讲着讲着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去做算命的节目 我心蛮适合的 搞不好 那个人数比我们开箱多个十几倍 二十倍都是可能 有可能 对 第三个呢 这个塔逆位 就是说我们一直在 过去的日子当中 我们是一直在 一定是逆的嘛 你看你真的不容易 全台湾有一个节目 可以对抗政府 就这么一个 论文门开箱 就是对抗整个政府 NCC情职单位 然后经济财务各种方面的压力 一个节目 我觉得这在历史上真的会留名 谢谢论文门开箱的朋友们 第四个 愚者正位 你不觉得这里面这个 穿着很漂亮的衣服 跳舞的这个女孩 是不是很像何慧荣呢 对不对 那这个古圣先贤 不是跟我们说大智若鱼啊 一个人的聪明智慧 到达了几点的时候 就会出现鱼 一般人看为鱼 圣经上也说 这看似鱼拙却是神的大能 就说人啊 在做一些事情的 很多人觉得你怎么那么笨 你怎么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你为什么付出奉献不求回报 世人看为鱼拙 常常是神的大能 就是圣经上说的 神是上帝的那种非常非常大的 无比巨大的能力 所以这综合这四张牌来看 你看尤其最后一张 鱼者正位 我觉得今年若我们开箱 应该业绩会不错 CTR567可能会还是卖洋装吧 我自己蛮喜欢鱼者正位这张牌 因为它上面有太阳 手上又有一朵花 然后底下那一支 是白的啦 不然黑的我就会说 是屁口牌找我了 哈哈哈哈 好这是那我们开箱 好我也帮政经关不了 看了一下 来第一张 金币骑士正位 这个我倒是觉得 大家要多多支持跟鼓励 为什么 看急啊 因为金币骑士呢 它是代表说 这个值得信赖跟可靠的 有耐心的去完成职责 这是金币骑士 骑士有分嘛 不同的任务的骑士 金币骑士代表出来的是这样子 再来 权杖王牌的逆位 这个要 我刚刚讲出来 就要大家多多支持鼓励 是因为这张牌 因为权杖王牌逆位 通常代表的是 财务状况的恶化 所以彭P要更加努力赚钱了 这个赚钱难啦 但是呢 彭P倾家荡产倒是有的啦 好这个 但是呢 不一定是坏事啦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根权杖正在发芽当中 所以呢 不是那么的困局啦 虽然说可能财务状况 会比较艰难一点 但是呢 你看到正在萌芽当中的是好牌 好 再来呢 是权杖的侍者 侍卫的侍 侍者的逆位 嗯 有些事情会停在想象当中 难以行动 就是说 我们想着这个官司 可能要怎么打 怎么打怎么打 但是呢 可能一些现实的考量 确实可能会出现一些 比较艰难的局面 那就有待一一克服啦 最后一张呢 好的 因为我真的都觉得这几个 我抽到的就是 最后的收尾牌 都是还蛮漂亮的 因为最后的这边 它只写正位 但其实它是教宗 那教宗正位的话 就是 哎这个很重要了 通过跟他人合作 就可以获得成功 这个是 这一台的意思 对好 彭P你自己怎么看你的节目 震惊关不了 好 接下来是上文下证的解读 一个金币骑士正位 意思是说我今年会拨满盆满啊 谁跟你说我财务有问题啊 金币骑士啊 钱多得很啊 今年呢 我这个民行士官司都赢了 我要 蔡同学大家都记得 我讲的不是随便讲 我不但开巨蛋演唱会 我还要叫蔡同学 赔偿我海霸王餐厅的一层楼 然后呢 我就要在那边庆祝 吃饭吃便宜呀 金币骑士是这个意思呀 第二个全帐王牌 听说我今年会蛮穷的 不过没有关系啊 这个 穷的人有福啦 因为他会在属世的这些权力上面穷 可是他会在天堂的财宝 会积在天堂 所以他会有这个 就是看不见的宝足啊 第三个 权杖逝者的逆位 我们政经关不了也好 论文文文开箱也好 我们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们 我们在国家的权势压迫之下 我们从头到尾都是逆位啊 我们从头到尾都是在谷底啊 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 假扣那假扣 对我们来讲这个完全不是问题 最后一个 那你刚讲的说这是教宗 我吓了一跳 那我是不是要去跟圣骑士合作 是不是要去跟陈建仁 圣骑士 是不是要跟他合作我才不要呢 因为圣经上说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作恶人的这个座位 不跟这个凶恶的人呢去谋辟 所以今年一年呢 我们一定是有个光明的正位 而且这个教宗呢 可能某种含义是告诉我们说 哎我们不要去追求 人世间的是非公益而已 我们要追求的是那永恒的冠冕 结束了这节目不错吧 而且教宗的正位是真的 我觉得那个解读说 通过跟他人合作 那不就是正跟洛门开箱正合作 或什么一起攜手吧 弄我们发扬光大 是不是 对 而且我们把那个蔡英文的贾博士 跟全世界揭露之后 搞不好这个教宗啊 会改派我当圣骑士 好 这个是震惊关不了的塔罗 哎最后一个呢 彭P 我怕你笑出来啊 你要笑你就笑吧 来准备好了 我要 好 揭开咯 3 2 1 哈哈哈哈 哈哈 各位我没有重新抽 我这是 我就 因为我我认为这种东西 就是走第一次抽才是准的 所以我都是 凭感觉我抽抽到什么就是什么 我完全没有造假哦 我不是为了剧本而去找到他的 我没有完全就是我就是抽到 我第一次抽到他 我心里面讲 这哪里需要中的塔罗牌 这民意调查就可以了 干嘛需要挑到塔罗牌 哈哈 我真的太巧了 太巧了太巧了 我抽蔡英文的 蔡英文的呢 第一个我抽到恶魔的逆位 呃恶魔 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哦 这张牌是 用野兽的形式来代表的恶魔 啊你看到他的这个恶魔 他是半山羊半人这样子的一个造型 然后呢恶魔他还有一个这个 你看底下有这个是蝙蝠的翅膀 然后呢他的头上还有道五角星 然后呢他拴着一个 你仔细看哦 他底下下面拴着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都是都是裸体的 那表示什么 就是恶魔对于这一男一女 是掌控者对他没有统治权的 那逆位的话呢 他比较是收回控制 收回权力 呃在这一个呢 你还可以看到图上面哦 他虽然说是 把男的跟女的 这个裸身的男女呢 就是用铁链拴住脖子 但这个拴住脖子的铁链 其实是松的 他不是揹很紧的那一种 不是让他们已经痛苦倒地了 是松的 所以这个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是这两个人啊 是 就是臣服于这个恶魔的 因为其实是松的链子 我要挣脱我是可以挣脱的啊 但他是甘于 臣服于这个恶魔底下 所以代表什么 你对于一些诱惑 对于一些 呃比较黑暗的 比较人性方面的丑陋的一面 你就是被这些东西给驱动着的 那在恶魔的逆位牌的话呢 他还算是一张在塔罗里面 还算是一张带有希望的一张牌哦 好 然后蔡英文的这个第二张牌是 金币之六的逆位 那这个是金币之六 他所代表逆位当中呈现出来 就是说 呃我们一般哦 要获得收获 是不是要先付出努力 我多少努力多少回报 在金币之六的逆位当中 代表这件事情他是不平衡的 他没有付出写论文这件事情 他怎么可以有学位的回报呢 这样解读我觉得也是蛮贴切的 再来世界的正位的话 一般来说要代表的是开悟或是涅槃 所以就看蔡英文什么时候醒目过来 可以涅槃重生 好最后呢 力量跟正位 这个是坚定跟决心 没有坚定跟决心 他恐怕很难对于自己的错误呢 去认知到 好这个是目前的解读 那换彭P解读一下 彭P老师开示 上文下证 那这个恶魔逆位很简单啊 那一看就知道啦 这个其实也不用做塔罗啦 就是做民调就知道 他手上抓这两个 一个是赖清德 一个是萧美琪嘛 就是还是要继续掌控嘛 对不对 然后金币的逆位呢 就是深圳散尽加财的 因为官司 我一定会要蔡英文对我做 所有实质跟精神上的赔偿 所以我拉到美国 这个将近三年 我连麦当劳的收据都留下来了 将来叫蔡英文你全部给我买单 我会在台湾打一场 轰轰烈烈的官司 不是只有刑事还有民事 我们来看看呢 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 是要怎样对被害人 来做损害悲伤 我好好的做 而且悲伤人不是只有我 对不对 慧荣也是 那我们开箱的朋友们也是 我们花了多少的力气 来这个 因为蔡英文一个人所犯下的错误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 这个世界啊 这个正位 其实这跟力量正位都一样 但我一定要跟蔡英文讲说 圣经上说 压伤的芦苇不折断 江残的灯火不熄灭 谁不熄灭呢 上帝不熄灭 任何一个人只要忧伤痛悔的心 神必不轻看 所以我新的一年 我就说转个念啊 我这个在每天就是抽点时间 为蔡英文祷告 我希望她能够晓得真理 真理能够让她得自由 这里说来也巧啊 在论文门跟这个看蔡英文的塔罗 刚好都有出现力量正位 所以我在想这个力量正位 可能对于整个的论文门 跟蔡英文本身 它是存在着某种联系的一张牌 啊确实嘛 论文门本就是因蔡英文而起 所以牌呢刚好有重复的也很合理啦 只是说这个恶魔逆味 因为我倒是没想到会抽到这个 因为我很少会抽到恶魔 所以就刚好那么巧 想着蔡英文 刚好就抽中了恶魔逆味 啊好玩啦好玩啦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的觉得说 啊这个代表了什么样的意思 那我们的这个解读呢 也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 对于论文门系列的一些相关的看法 那总之呢今天呢包含是 让彭P给大家准备了 丰盛的年菜料理 而且重点是什么 这背后的寓意 再来呢刚刚这个塔罗娱乐一下哦 自娱愚人一下 那就希望呢2024新的一年 大家呢都可以事事顺利 每次想事事顺利 事事如意 我现在都会想到彭P的那个柿子 呵呵 对感觉要不是我们没有在上 那个太多花俏的特效 不然应该蹦蹦要跳两颗柿子出来 对那就希望大家一切都可以顺利 然后继续跟着论文门开向脚步 继续跟着彭P的脚步 我们就把论文门追到底 新的一年呢随着今年 蔡英文的任期届满 局势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不同哦 包含的是很多人愿意跳进来 一起加入论文门的行列 包含的是那些司法人员 会不会用一个更相对公正客观的态度 来看待这系列官司 呃我希望啦 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 我们总是正向阳光积极的来应对 总是会有好的结果的 再一次感谢彭P 也感谢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 那记得哦 在每个星期四呢 虽然在过年期间会休息一下 晚上的七点半 平常都是会有我们的直播节目 所以呢我们这个一开工之后 马上又会有 若我们不是啦 那个快点购 快点购呢 在每个星期四晚上七点半 都会有直播 那请大家多多支持啦 CTR567结账的时候呢 又会代码 包含最近呢 主播桌立 现在可以用架构的方式来取得 然后再来还有就是我们的 手机挂绳 非常的方便好用 希望大家呢 可以多多运用CTR567咯 感谢彭P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因此 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 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竹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肠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俊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对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美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